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撩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人类被植入动物器官的电影《人面兽心》 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看电影吧 我们的男主罗伯从小胆小怕事,身体勇弱 不仅生活上得不到任何尊重,就连邻居家的狗狗也欺负他 不过,他却一心想成为父亲那样勇猛威武的警察 然而,由于性格和哮喘病的原因 让他只能在警局屋政科担当管理员 生活中,他有两个好基友,分别是大胖和小黑 大胖一心只想着吃,而小黑患有种族歧视妄想症 认为每个人对他好,都是因为歧视他是黑人 一天,警局所有的人都去参加棒球比赛了 唯独比较好欺负的罗伯被留下来值班 这时,他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声称有人正在抢劫 罗伯立即呼叫同事前去增援 但同事们忙着棒球比赛,根本听不见对讲机的声音 无奈之下,罗伯只好孤身前往 车子行驶在蜿蜒的公路上 路中间却突然出现了一只海狮 罗伯为了躲避他,将车子开下了山崖 车子翻滚了几圈后,掉到了山底 接着又被一块大石头砸中 罗伯迷糊之中,发现被人抬到了手术台上 而周围是各种各样的动物 当他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安然无恙 回到家中,邻居家的狗狗见了他,居然被吓尿了 罗伯照镜子时,发现自己变得有了肌肉 身体也充满了力量 不过肚子上却多了一个小孔 当他背对镜子时,两条疤痕触目惊心 之后,他就像脱胎换骨了一般,跑赢了一匹马 在奔跑途中,他又帮动物之家的莱娜 听住了狂奔的狗狗 莱娜问他怎么做到的 但罗伯也不知道,似乎狗狗都很害怕他 这时,罗伯居然不受控制地去接住了别家狗狗的飞盘 然后叼着他向莱娜示好 莱娜感到十分有趣 让他有时间来动物之家陪动物玩耍 察觉到不对劲的罗伯找到了小黑 诉说着自己的不对劲 这时,他凭借着敏锐的嗅觉 闻到了一股奇特的味道 接着一跃而起扑倒了一名路人 随后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包毒品 因为这件事,罗伯成为了当地的新闻人物 还当上了一名真正的警察 不过,这样一直爱出风头的西斯科警长怀恨在心 夜晚,罗伯回家时遇到了一位叫狄科博士的老人 还声称是自己将罗伯组装起来的 并要求罗伯跟他一起回家 罗伯脑海里虽然还残留着一些零碎的记忆 但还是拒绝了博士的请求 无奈之下,博士拿出了麻醉剂 将他放倒在地 等他醒来时,发现自己正在一间农场中 博士随后告诉他实情 原来罗伯出车祸后变得奄奄一息 是博士利用自己发明的医术 将各种动物器官移植到他的身上 才将他救了回来 罗伯一时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博士接着告诉他 因为被移植了动物器官 所以会表现出一些动物的本能 他担心罗伯控制不住这些动物本能 从而做出一些伤人害己的事 于是要求他留下来 罗伯拒绝了 因为他是一个人类 不是一个圈养的宠物 接下来的日子里 罗伯身体内的动物本能越发不受控制 会学垃圾堆里捡别人吃剩下的骨头 在大街上看到美女后 情不自禁对看油箱一阵怼 嘴里还发出马叫声 甚至去动物之家找莱娜 还会吃掉他养在鱼缸里的鱼 不仅如此 他还能听懂鸟儿说的话 成功将蚯蚓嚼碎后 喂给不进食的秃鹰 这让莱娜对他刮目相看 当天夜里 罗伯梦游般的闯进了一家肉店 吃得肚子圆鼓鼓的 意识到事态失控的他 跑回了农场 希望博士能帮他控制住 身体内的动物本能 博士告诉他 唯一的办法 就是在兽性大发前 必须满足食欲和性欲 因为只有吃饱了 干足了 才不会触发动物本能 为此 博士找来了一只性感的猩猩 罗伯立马拒绝 毕竟自己的口味还没那么重 第二天 警长找到了罗伯 让他当自己的搭档 他的目的是想找到罗伯的失踪 从而将他开除禁局 出任务时 罗伯找来了许多零食 避免自己因饥饿而受刑打发 然而 警长在一旁办案时 他却被发唇的母羊吸引 围绕他的身边 表现出各种讨好动作 想以此得到母羊的芳心 结果被替了老远 某天 警长带着罗伯 去参加市长举行的派对 罗伯因为一只猫的挑戏 将派对搞得一塌糊涂 警长如愿以偿 当即向市长表示 回去立马开除了他 这时 罗伯凭借敏锐的听觉 听到不远处传来的呼救声 他跳入水中 用海誓的姿势 救起了市长的公子 这一举动 让他得到了大家的掌声和夸奖 因为这件事 警长受到了冷落 而罗伯成为了警局的红人 当晚 罗伯和莱娜相约 共进晚餐 中途 莱娜露出了光滑性感的背 罗伯差点没有把持住 他只好来到了厕所 自行解决 将莱娜送回家后 他又像狗狗一样 在他房门前撒了一泡尿 而被莱娜勾起的欲望 让他找到了一群奶牛发泄 当他再次醒来时 身心得到了全方位的满足 罗伯来到警局上班 农场主却跑来警局报案 声称 自家的奶牛被怪物 吃了个干干净净 局长立即让他描绘出 怪物的样子 却发现 十分像不穿衣服的罗伯 为了办案需要 于是将他停职 某天 莱娜来找罗伯 发现门外堆积了海里水坝 而屋内被改造成了动物的窝 眼看瞒不住了 罗伯只好向他解释了来龙去脉 并让他赶紧离开 否则会伤害到他 不过 莱娜此时已经爱上了他 他相信罗伯不会伤害自己 当晚 情投意合的两人 就来了一场爱的鼓掌 然而 半夜又有怪物 袭击了农场主 警方怀疑是罗伯所为 于是包围了他的家 莱娜知道他是清白的 让他赶紧离开 罗伯从窗户跳了出去 逃进了森林中 未料他却在森林里遇见了博士 这才得知 除了自己以外 博士还改造了另一个人类 现在只有罗伯才能阻止他 就在罗伯搜寻另一个改造的人类时 却中了警长设下的陷阱 幸运的是 他利用猴子的本能 在树上不停的乱窜逃了出去 接着警长又开车来追 却不小心撞上了树桩 毫发无伤的警长并没有放弃 一路追着他来到了一处深沟处 罗伯当即跳了过去 但警长因力量不足 差点摔下深沟 危急关头 罗伯救起了他 但对方仍将仇报 准备拿枪干掉罗伯 这时 树上的怪物袭击的警长 成功救下了他 原来博士改造的人类 居然就是莱娜 而他之所以袭击猎人 是因为他想杀了他放飞的那只秃鹰 得知事情真相后 罗伯高兴不已 两人当即热闻起来 这时 大批的村民赶到 声称要杀了伤害猎人的凶手 危急关头 小黑主动站了出来 承担了所有罪责 大家一看是黑人 村民和警察 一哄而散 一年后 莱娜和罗伯改造了动物之家 还生下了许多孩子 从此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